下雨的平安 欢迎参加祈福会 第一阵的款待 台湾味的素食餐 它其实又重新参加了台湾 所以我很失望食物的食物 我以后会尝试 一段时间会吃素 素食促进体内环保 中医师陈志钦 还传授保健之道远离忧郁 前任市长麦考莲女士说 人生目标是生活动力 说虚岁的或八十岁了 我现在是怎么都自己做 卢草吐血都自己 这是给我一个机会训练我的 守护身口意 就是恒常的造福 大家一起问 这次美食工宋楠何信贤 将来大报道 大家好 莫合 鳍